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还有莲子百合等等 不同的地区总有一款自己喜欢的苦味 轻油调苦菜 个人取心爱 指的是陕西人爱吃的杏仁调苦菜 云南人爱吃的苦茄 刺武家 撒撇 都和带苦味的食材有关 在众多吃苦的地域中 广东的苦味食品那是其他地方无法比的 单说广东的凉茶就品类繁多 其中带苦味的凉茶居多 所谓药食同源 无论南北西东 在数千年的传统中 人们对每一种苦味的应用 成为华夏饮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要是说起来咱们经常念叨的五味当中的苦 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小时候喝的中药 第一次吃到的清炒苦瓜 还是第一次喝咖啡的感觉 不管是哪一次 苦味这种味道总是会让我们 一下子就深深地记住 下次再要是碰上了 总会小心翼翼 五味当中啊 苦是一种很特别的感受 如果从我们人类的味觉本能来说 苦一定不是我们喜欢的 但是呢 我们似乎又能逐步地接受它 甚至离不开它 我们常喝的咖啡 啤酒 喜欢吃的苦瓜 往往都带有一股苦味 而且苦味还在一定程度上 变成了情绪和心情的表达 咱们常说的埋头苦干 同甘共苦 苦尽甘来 往往成为了一种激励 它也成了人类味道文化里的 一种有趣的现象 今天呢 咱们就来说一说 原本让我们本应排斥 但又离不开的苦味 当我们的祖先们 以最原始的方式踏入荒野 采集种子或野菜时 苦味必然是它们经常遭遇到的味道 来自天然植物的苦味成分 或浓或淡 都可以成为植物阻挡食用者的防御力气 人类以强大的适应力 接受了它们 通过水煮火烤 苦涩的滋味有所下降 或许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古人意识到 苦味和其他食物搭配 会给食物带来独特的风味 在长白草感悟自然的过程中 我们的祖先还发现 苦味植物不仅仅带来了一种味觉刺激 它们还具备某些健康功效 正是这些漫长的体会总结 使得古人们不仅不排斥苦 还智慧地运用苦来平衡膳食结构 从本能上来说 每一个人恐怕都是喜欢甜 更甚于喜欢苦的 但非常可惜的是 在我们的祖先生活的时代 它们很难品尝到那么多甜蜜的滋味 而在它们经常食用的蔬菜当中 很多都是大自然里面的野菜 这些野菜天然就带着一股苦味 因此我们从诗经当中 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印证 《诗经采灵》当中就讲了 采灵采灵首阳之巅 采苦采苦首阳之下 这里面的苦恐怕就是苦菜 诗经里面谈到的野生草木达到了百余种 在这个阶段 我们的古人还没有实现对于许多蔬菜的人工栽培 所以每日吃到的来自于大自然的这些野菜 都是天然带有苦味的 不仅普通人要吃 就算是王公贵族们餐桌上也离不开它们 学者们认为 先秦时期已经形成了五味的概念 而苦则是其中一种味性 周立中明确记述了五味调和之道 这也充分证实 五味很早就在人们的饮食生活中形成了共识 在我国药食同源的理念深入人心 在许多地方一些带苦味的药材 常被人们合理食用 有些还被当作一道家常菜 在四川洪亚县每年春夏之时 一种被称为亚莲的中药食材 生出鲜嫩的精叶 三角形的叶子 四周有细微的嫩刺 这是洪亚特有的一种中药食材 亚莲属于中药中的真品 在传统中药中 它属于黄莲的一种 历史上 亚莲因其珍稀而作为贡品 因此又称为贡莲 采回来的亚莲洗净 切细 亚莲煎淡 因亚莲具有泄火解毒之功效 亚莲煎淡 变成了春夏之交时 一道很好的家常养生菜 苦中带香 鲜嫩爽口 所谓的五味调和 并不是只为了满足口腹之欲 它也是一种健康理念 有一种苦味 可能是很多人从小到大都忘不了的 那就是中药之苦了 以2010年版的中国药点为例 在其中的600多味中草药当中 具有苦味的达到了300多种 像黄莲 黄白 苦参 大黄等等 都是苦味的代表 还有一句歇后语 咱们更是无比熟悉 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黄莲味道虽然苦 但是在神农本草经当中 被列为了上品 无论是在遥远的古代 还是在今天 这些苦味的植物 都是维护我们身体健康 驱除疾病的良药 正是在变长白草的过程中 古人逐渐认识了 有些苦味植物不能直接使用 则可作为调理身体的药物 如黄莲 一味难得的良药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 黄莲上可治疗眼目暴斥 下可治疗腹中脚痛 腹泻不止 苦味十足的苦练皮 同样也是一味典型的苦味药材 它具有清热 造湿 杀虫等功效 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 总结出上百种 带苦味的植物 利用植物中天然的苦味药性 制成传统中药 来为人们驱除病痛 也成就了中华医药的经典 茶是我们中国人离不开的一种饮品 那么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把茶当作一种饮品来饮用的呢 有学者认为 在两晋时期 它就已经出现在了西南地区 成熟于战国晚期的尔雅中记录 假苦图 东晋博物学家郭璞做了这样的注释 甲 树小 似枝子 东升 叶可 主作耕吟 近乎凿财者为图 顽取者为名 有的学者们认为 郭璞说的或许就是灌木茶 近代的华阳国志当中出现了茶字 其中说到十方线山出好茶 类似的史料描述非常丰富 在两晋时期 茶很可能已经成为了 巴蜀的重要出产 而苦图也就成为了 古代蜀地在当时 对茶的一种称呼 此后简称为图 进而慢慢演化为茶 那么为什么略带着苦涩滋味的茶 能够被很多人接受呢 所谓不苦不色不成茶 为什么一种苦涩的饮料 可以被人们接受呢 人们认为 饮茶的魅力不在于简单的苦涩 而在于饮茶时苦干之间的无穷回味 四川广源旺苍县 自古以来 人们就有以新鲜茶叶烹饪美食的习俗 温润的气候 蒸腾的云雾 独特的土壤环境 孕育了历史悠久的旺苍黄茶 也催生出了种种茶叶美食 芳飞四月 春茶如期而至 采集鲜嫩的芽尖 鲜肉加入茶叶后细细剁碎 黄茶的豆香味 随着加工逐渐散开 黄茶肉馅揉成丸状 放入苦瓜圈中 大火蒸制 茶叶中的鲜味和苦味物质 与苦瓜的苦味碰撞交融 有效地去掉了肉的肥腻 入口苦中带鲜 细品则有苦后回甘之妙 茶汁桂鱼 新鲜的桂鱼撒上鲜嫩的绿茶叶 鱼肉的咸鲜 与绿茶的清香扑鼻而来 别有一番风味 黑茶驼子肉 则是用黑茶汁与五花肉一起腌制过油 再与黑茶粉 芽菜一起蒸熟 五花肉肥而不腻 伴有黑茶独有的糯香 除此之外 还有用新鲜绿茶嫩叶和豌豆粉制成的旺苍茶凉粉 装盘后加入泡菜水 就是一道极具川北风味的美食 用花茶与腌制好的乌鸡块 飞雪乌鸡包 味道微苦回甘 还有滋补作用 从古至今 人们利用茶 妙手搭配出的种种健康而美好的食物 层出不求 到了宋代 人工种植蔬菜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能够走上餐桌的这些菜肴 大都没有了苦味 但是偏偏有人喜欢去自然界当中自讨苦吃 比如说 北宋时期的黄庭坚被贬至四川的时候 就对当地的一种出产赞不绝口 他说 于酷是苦损 见者致食人 细作苦损妇 意思就是说 我向来十分喜欢吃苦损 但是有好多人来劝我不要这样 于是我就写下了这篇苦损妇 他在其中写道 博盗苦损冠冕两川 所谓的博盗也就是今天的宜宾一带 这个地方出产的苦损 是在两川当中最为著名的 黄庭坚认为 宜宾的苦损清脆爽口 吃起来口感温润细腻 虽然入口带着苦味 但是别有一番滋味 今天苦损在川鼠之地 也是一道家常菜 清炒苦损或者是凉拌苦损 干中带苦苦后回甘 和其他的肉类食材搭配 比如苦损烧扇段 苦损烧鸡等等 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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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史学家们考证 在两晋时期 茶成为了巴蜀的重要产物 而苦荼也成为了古代蜀地 在当时对茶的称谓 此后被简称为荼 进而转化为茶 由此一种带着苦涩味的饮品 被人们主动接受 并且传承不断 历史早期的苦味蔬菜 是人们无奈的选择 在唐宋时期的文人眼里 吃苦还代表一种甘于清苦的情怀 南宋时期的林洪 在山家清贡里 也谈到了许多口感清苦的食物 其中有一种别有风味 林洪在书中写道 有一年的春天 他前往杭州城外游玩 正好遇到了一位朋友 这个朋友盛情邀请他留下来做客 两个人在喝了几杯酒之后 这位朋友端出来了一道菜肴 并且起名叫菊煎 这个菊煎是怎么做的呢 采摘新鲜的菊苗 用热水焯一下 再用甘草水调山药粉裹上 用油煎 这道菜吃起来 清爽当中略带着一丝苦味 充满了大自然的气息 在当时的文人看来 经常食用这些苦味的食材 也是一种品性高洁 与自然合一的精神追求 苦味食物不只是文人的情怀 更多的是普通百姓的日常 地处江西省西北部的万载县 当地特产的龙牙百合 在历史上久复盛名 今天的科学家们发现 百合中所含有的秋水仙碱 和其他的生物碱 让它自带不同程度的苦味 因百合可养阴润肺 清心安神 成为了人们最喜爱的养生食材 在日常的餐桌上 略带清苦的百合 也是一道百搭食材 西芹与百合 一道地道的养生菜 不必过多的调味料 热油清炒 清香爽口 木耳与百合 同样是让人百吃不厌的搭配 以百合与鲜肉为主料 肥瘦相间的鲜肉切块 细细剁碎 加入蛋清和薯粉 以及调料 拌匀 揉搓成肉丸 肉丸和百合入水 加入枸杞等调料 上火煮熟 一道老幼皆宜的家常养生菜 百合肉丸汤便可起锅了 从古至今 在中国很多喜庆的宴席上 都可以看到百合所烹制的菜肴 不仅取其吉祥如意的含义 更因其丰富的营养价值 兰州人更是把百合菜肴 做到了极致 著名的百合宴 就是全部以百合为主料 来烹制的一道宴席 其中典型的菜品 有金橘百合 南瓜百合 人们利用苦味食材 来调节饮食口味 达到健康养生的目的 百合也只是其中的一种 要说哪个地方的人最懂得品尝苦的味道 广东人估计能够排第一 人们经常会说 老广的身体当中除了血液 还奔涌着三种液体 酱汤 糖水和凉茶 老广们常说 有几个广东人不是喝凉茶长大的 那么广东凉茶是源自何时呢 根据学者们的考证 岭南地区饮用清热解毒的汤药早已有之 但真正有凉茶一说 还是来自于元旦 元旦有一本非常著名的医学著作 《岭南卫生方》 它的著者是一位僧人世纪洪 这本书中提及 当时的岭南地区胀利成灾 被病痛所困扰的人不计其数 人们用生姜腹子煮水放冷后饮用 自觉清凉无比 颇有功效 此时的凉药是专门为了治疗 胀利热患而煎煮成的汤药 当时的人可以去药店买配好的凉药 也有的药店会事先煎煮好备着 有人来买就可以直接服用 因此元旦的这种凉药 就是广东最早的凉茶 而这些售卖已经煮好的药汤的熟药行 也就是最早的凉茶铺子 岭南地区温高施重 人们逐步形成了远远流长的凉茶文化 发展至明清时期 当时的岭南一家结合地方特点 以生草药材包制凉茶 随着时代的发展 苦味的凉茶已经深入到了每一位岭南人的日常中 所谓凉茶并非要凉了喝 本地人都知道凉茶之凉是指的清热趋湿的功效 凉茶越凉苦味指数也就是越高 因此广东人饮凉茶也有等级之分 入门级的凉茶适合大多数人 比如毛根竹蔗水 菊花雪梨茶 一人驱湿茶等等 到了终极阶段 健康调理成了关键 口味就在其次了 鸡骨草包蜜枣 经典的广东凉茶 鸡骨草一味重要的凉茶原料 具有疏干止痛 提高食欲 缓解疲乏的功效 为了调和鸡骨草的苦味 需要搭配蜜枣 一包鸡骨草配合三个蜜枣 同时还要搭配炒米凉水开锅 慢煮四十多分钟 鸡骨草的药性成分逐步融入汤中 鸡骨草凉茶口感丝滑 带着些许的苦味 遇到罗汉果都焦不灭的内火 老广们就会拿出终极密器 斑沙凉茶 二十多味中药组合而成 这种苦得惊人的黑色药汤 也是无数广东小孩们 难以抹去的童年记忆 时至今日 在广东 凡是能起到清热解暑 驱失消炙 生津止咳等作用的草药 都可被广东人利用 或饮或食将药食同源 不治以病治未病的智慧 融入其中 一口凉茶 一碗煲汤 成为品味领难的最佳方式之一 说起日常的饮食当中 我们最为熟悉的那些苦的滋味 除了苦瓜之外 可能就是咖啡和啤酒了 但是有不少学者都认为 在中世纪之前 啤酒可没现在这么苦 是到了八世纪之后 这个啤酒的口味 才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这个改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扑克牌当中的红桃老K 大家都熟悉吧 其实这个形象是真有其人的 它就是八世纪欧洲 法兰克王国的统治者 查理曼大帝 公元七六八年 查理曼的父亲矮子批平 在遗嘱当中将一处庄园 赠予了巴黎附近的 圣丹尼斯修道院 在庄园当中 种着一种被称作蛇麻的植物 它们会像蛇一样 弯曲攀升在墙上 每年七月 蛇麻就会开出 类似松果一样的花 看上去赏心悦目 中世纪的欧洲 修道院的修士们 特别喜欢自己酿酒 有葡萄酒 有啤酒 酿造成熟之后 要么自己饮用 要么卖给老百姓 而在这所修道院里 修士们特别擅长酿造啤酒 而一种 一种销售 在这里 帮助 搞我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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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就是黑巧克力 按照通行的国际标准 黑巧克力一般是指 固形物含量在70%到99%之间 乳质含量少于12%的巧克力 人们认为它更能体现出 本身巧克力应有的滋味 如果追溯起来的话 巧克力的故乡是在南美大陆 大约在距今3000年前 当地的居民就采摘可可树上的果实 磨碎之后加入其他香料 兑成水 制成一种饮料来喝 大约在14世纪到16世纪 当地的阿兹特克人 对这种饮料做出了改进 加上了香草等香料 和其他的甜味植物 经过加热后饮用 这也成为了专攻阿兹特克皇室的饮料 16世纪初期 西班牙的殖民者科尔特斯 踏入了此地 也发现了这种 喝了之后让人精神振奋的饮料 由此就被带到了欧洲大陆 1519年 西班牙的探险家科尔特斯 来到了阿兹特克王国 在国王的盛情之下 他喝到这种苦涩的饮料 并立刻感觉精神振奋 乃至一整天都毫无倦意 这种特别的饮料 让科尔特斯充满了兴趣 此后 他将可可饮料 带回西班牙 献给了国王 不过 适田的欧洲人 并不喜欢这种单纯的苦味 他们用蜂蜜和糖 代替了其中的胡椒和植物汁液 由此 新式的可可饮料 苦中带甜 苦后回甘 提神醒脑 这种携带着神秘的 南美洲风情的饮品 随即在西班牙贵族中流行起来 掌握了可可饮料 新配方的西班牙人 如获至宝 要求绝对保密 由此 可可饮料的配方 保密了近百年 直到17世纪 这种并不复杂的配方 才逐渐在更多的欧洲国家流传开来 1826年 一位荷兰人 范豪顿 巧妙地利用萃取法 成功地将可可汁 从可可豆中分离出来 并搅碎剩余的可可硬块 生产出可可粉 这一工艺 奠定了巧克力的生产工艺 此后 瑞士的糖果制造商 又将牛奶添加到巧克力中 制成质地更柔软 口味更淡的牛奶巧克力 20世纪中期 科学家们 从可可中分离出来的黄丸醇 是可可苦味的主要物质 这种物质对调控血压 以及免疫系统等方面 都有积极的作用 今天 好吃的巧克力 已经风靡了整个世界 但是 依旧有不少人 更青睐于可可浓度更高 更加纯粹的黑巧克力 那种苦味 才是真正的可可的滋味 公元八十集 圣诞尼斯修道 小院的修士们把啤酒花加入了传统啤酒之中 一种全新的口味由此诞生 虽然喝起来轻苦 但它减轻了传统啤酒里的甜腻口感 不光如此 加入了蛇麻花的啤酒保存时间也加长了不少 这种酿造方法 这种酿造方法在欧洲多地流传开来 此时的中国南方 当地还有苦瓜宴 能用苦瓜给您做成一百多道菜 苦瓜这种菜肴究竟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们中国的呢 对此各有各的说法 不少人认为应该是元朝和明朝期间 元成宗大德年间的《大德南海志》中 就记录了葡秃这种蔬菜 而明朝永乐年间的《广州府图经志》中说到 胡秃月音葡秃 即苦瓜也 其味清苦 夏秋煎熟 当地人呢 喜欢用肉还有鲜子 和到一块煮来吃 苦瓜传入岭南地区之后 逐步得到了推广 清朝的学者曲大军的《广东新语》当中写道 苦瓜其味甚苦 然杂他物主之 他物福苦 自苦而不以苦人 有君子之德焉 一方面说明 苦瓜在岭南地区早已经被人们接受 同时呢 又将苦瓜寓以君子之德 不光南方人能够接受 而且啊 北方人也喜欢吃 在炎热潮时的夏季 一种苦味十足的蔬菜 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家常养生菜 明朝初期 苦瓜已逐步在敏月两地推广传播 《民产一路》中就有记载 在敏月两地的美食家们的推崇下 苦瓜与其他食材的碰撞 催生出了种种经典美食 杜软凉瓜 广东省江门市的特产 它的瓜形肥大 形似木瓜 本地人称之为大顶瓜 无渣的杜软凉瓜 不仅是大厨的心头爱 也是百姓家中最常见的家常菜 其中 齿汁炒凉瓜就颇具特色 杜软凉瓜去表切开 入沸水 白灼三十秒 随后 甲蒜头 豆豉等配料 和凉瓜一起爆炒 快速的烹制 保持了杜软凉瓜的最佳口感 瓜色清脆欲滴 入口清脆 微苦中带着甘甜 凉瓜牛肉羹 也是广东人最喜欢的一道家常菜 凉瓜的良性 综合了牛肉的热性 在夏季是一道补充能量的健康菜 凉瓜与非子孝荔枝 两种岭南加果 碰撞出了不一样的风味 当季新鲜的荔枝去壳 把已经调好味的肉末酿入其中 下油锅煎至八成熟 凉瓜切成粒状 与青椒百合一并放入锅中翻炒 荔枝的清甜和凉瓜的微苦交织 吃起来层次分明 口感鲜嫩清爽 白凉粉为苦瓜 披上了一层软糯光滑的外衣 已经被掏空的苦瓜内部 则埋藏着特别的味觉彩蛋 流心的蓝莲酱带来了酸甜 综合苦瓜的微苦 食材之间的相互碰撞 达到食物的最佳平衡口感 再朝热闷湿的季节 给人们的健康带来更好能量平衡 伴随着苦味美食的不断出现 人们也开始了对于苦味来源的 寻踪秘 苦味究竟来自于哪里 它是怎么产生的 伴随着近代化学的进展 许多学者开始探索苦味的来源 1819年 一位德国化学家隆格 开始了对苦味根源的探寻 这位隆格的确有着不一般的天赋 25岁时 他发现了颠邪提取物 带来的瞳孔扩张效果 由于颠邪的提取物 可以放大瞳孔 让眼睛看上去更加有神 更加迷人 在没有现代美瞳技术的年代 那些上流社会当中的女性 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加漂亮 经常会将颠邪的提取物 用作自己的化妆之物 但其实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 因为颠邪有剧毒 对于颠邪成分的研究 和提取物的发现 很快就让他获得了众多的赞誉 甚至连大诗人戈德 听说了这一事情之后 都主动与他取得联系 送上了一盒咖啡豆 并且表示 这盒咖啡可以在他的研究当中使用 大约在半年之后 隆格就从这些咖啡豆当中 提取出了一些白色的粉末状结晶物 他称之为咖啡中的碱 隆格认为这就是咖啡苦味的关键物质 在隆格开始这项研究之前 已经有不少化学家们 对于苦味也充满了兴趣 咖啡 可可及茶叶中的苦 它们究竟是源自同样的物质 还是各有不同呢 世界上各种苦味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规律 18世纪末期的化学家们 把探索的目标锁定了咖啡 当时的一些医生认为 咖啡可能具有退烧效果 对于咖啡苦味物质的研究 或许可以提取出来 某种不一般的药物 出于这个目标 隆格开始了实验 为了解决实验装备简陋的局限 隆格决定采取加热水解分离的思路 这番设计果然有了收获 1819年年底 隆格最终从咖啡豆中 提取出来了一些白色的结晶物 根据这些物质的特点 隆格称之为咖啡中的碱 那么这种咖啡碱 对我们的人体有什么作用呢 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 王立金副教授 针对咖啡因对人体的兴奋作用 做出解读 我们日常中经常能够喝到的 三类饮品 咖啡 可可粉 茶 那他们喝起来有一种苦味 这个苦味跟他们其中所含的 一类物质有关系 这个物质叫做咖啡因 也叫咖啡碱 大家对于这个咖啡因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它会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 喝完它好像就不那么困了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人疲惫的时候 体内会分泌一个叫做腺肝的 这样一个物质 腺肝它跟大脑中的腺肝受体结合 能够让大脑产生一个疲惫的这个信号 然后大脑会指挥我们人去休息 当人摄入咖啡因之后 因为咖啡因的结构跟腺肝非常类似 所以咖啡因会取代腺肝 与这个腺肝受体结合 那导致我们大脑接收不到 人已经非常累的这个信号 以为现在还很兴奋 你在疲惫的状态下没有去休息 而是靠咖啡因来维持兴奋的话 当咖啡因的效果去除掉之后 这个时候你的体 那也是一个非常疲惫的状态 1895年 另一位德国化学家赫尔曼费舍尔 首先合成了咖啡因 两年后 他还推导出了该化合物的结构式 至此 人们对这种苦味物质 有了彻底的了解 在这个时期 有些学者已经在考虑一个问题了 咖啡和茶 为什么喝起来 可以让我们大脑兴奋呢 这两种饮品当中 是否都含有同样的物质 许多人对这个问题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不过对他的回答 却绕了一个大圈 1820年 在完成了咖啡提取物的研究之后 龙阁就锁定了另外一种植物 这种植物叫儿茶 来自于东南亚地区 它的提取物 常被欧洲人用作柔制皮革和染色之用 除此之外 还有一定的医疗用途 人们逐渐发现 这种植物当中 有一种独特的苦味物质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 1828年以来 一位名叫埃森贝克的德国植物学家 也展开了另一项有趣的研究 他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启发 锁定了一种被称作儿茶的植物 这是一种来自东南亚地区的植物 它们以味道极苦而闻名 那么儿茶中的苦味究竟源自何处呢 1831年 经过了持续多年的实验后 埃森贝克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结晶物 这种物质被认为是儿茶的主要成分 它将其命名为儿茶素 此后 其他化学家受到它的启发 继而在绿茶中也发现了儿茶素 学者们认为 这正是导致茶汤苦味的核心物质 现代的临床试验证明 儿茶素是一类具有高活性的 肋黄酮的总称 在绿茶中含量较高 它不仅仅会产生苦味 还会带来诸多的健康功效 在龙阁从咖啡豆和儿茶中 寻找苦味物质之前 有两位法国的学者 也在探寻苦味物质背后的奥秘 一位是法国化学家 药剂师佩尔蒂埃 另一位名叫卡文图 他也是一位药剂师 同时还曾兼任巴黎药学院的教授 两个人从1815年开始 在巴黎的一个实验室当中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他们其中的一个研究对象 就是一种被称作土根的药物 土根是来自南美地区的植物 曾被印第安人用来治疗腹泻 味道很苦 在被引入欧洲之后 医生们加入了糖浆 制成了土根糖浆 成为了当时常用的驱痰和快速催吐的药物 1817年 两位学者从中提取出了一种结晶物 将它命名为土根茧 他们的第二个目标则是马前子 这是一种来自于东南亚地区的植物 它的种子和欧洲的银臂非常相似 又被人们称作马前子 这是一种非常苦的药物 17世纪作为止痛药引进欧洲之后 医生们很快发现了它具有剧毒 曾被当作老鼠药广泛使用 当然了 它也会出现在一幕一幕的阴谋暗杀事件当中 1819年 两位学者从中提取出了马前子茧 这是一种苦味更加强烈的物质 而且毒性同样很大 紧接着的1820年 他们将目光锁定了另外一种 尝起来味道更苦的植物 那就是金基纳树 17世纪以来 整个欧洲受瘧疾的影响 金基纳树皮成了当时 治疗瘧疾的唯一有效药物 许多国家都在寻求金基纳树 金基纳树皮被打磨成粉 在葡萄酒内浸泡 服用后 反复的发烧和颤抖 很快就得到了平复 这种植物中的苦味物质 也引起了许多化学家的浓厚兴趣 1820年 两位化学家搭档 佩尔蒂埃与卡文图 也锁定了金基纳树的研究 他们在此前积累的经验基础上 展开了实验 最终分离出了一种无色的结晶物 他们命名为奎宁 两位科学家亲自尝试了一点点 奎宁 它带来的苦味 让二人皱起了眉头 难以忍受 奎宁在当时被人们认为 是最苦的物质 在治疗瘧疾方面 有着非凡的功效 人们以奎宁作为基础标准 来评价不同物质的苦味强度 在此后的研究中 更多物质的苦味秘密得以揭示 虽说良药苦口 但如果药物的味道真的很苦 那么这种不适感 也会让人体对它有排斥 尤其是对于孩子们来说 更是如此 那么从人类开始利用植物 作为药物治疗疾病以来 就在想尽办法地 降低苦涩的滋味 带来的不适感 古埃及人会将那些苦得了不得的药粉 和上面粉加入蜂蜜 然后搓成一个一个小球来服用 我们中药当中的传统水蜜丸 也是采用的类似方法 就是为了把那个苦涩的味道 给它遮盖住 但就算是里面加入了蜂蜜 很多中药丸子吃起来 也是让人觉得特别的苦 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降低 药物当中的苦味呢 二十世纪以来 随着制药技术的进步 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 苦味遮盖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 良药不苦口的目标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不光有更成熟的胶囊 可以精准地控制药物在体内的进程 还拥有了更丰富的手段 比如可以阻断味觉信息 传到大脑的苦味组织剂等方式 都可以缓解和阻止苦味带来的困扰 1819年 德国化学家隆格开始了对苦味根源的探寻 他利用科德馈赠给他的咖啡豆 设计了思路巧妙的实验方案 最终从中提取出了一些白色的粉末结晶物 这就是导致咖啡苦味的关键物质咖啡碱 伴随着人类关于苦味的探索 种种更苦的苦味物质也不断出现 随着制药学的进一步发展 越来越多的合成药物从实验室当中涌现出来 这些药物的确帮助很多人解决了病痛的烦恼 但是很多药物存在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那就是它的味道实在太苦 这些药会苦到什么程度呢 只要是病人把它放到嘴里 立刻就会苦得难以忍受迅速地把它吐出来 喝上再多的蜂蜜水 白糖水都去除不了 舌尖上那一股浓重的苦味真的太难吃了 很多人就此放弃了某些药物 我们前面提及的咖啡 茶 可可 啤酒 它们的苦味成分当中都是哪些物质呢 咖啡和茶的来源于咖啡碱 这是苦味物质的一大类 生物碱 可可的苦味成分呢 则是黄丸醇 啤酒的苦味来源于啤酒花里的 阿尔法酸 贝塔酸和多酚物质 随着这些产生苦味的根源被揭示 科学家们也在思考着另外一个问题 这些苦味物质是如何作用于我们的味觉的呢 1886年 美国科学家邦吉娜和另一位学者合作 开始了对啤酒苦味的追寻 大家都知道啤酒的苦味主要来自啤酒花 但是对它的产生机制却众说分约 在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后 邦吉娜找到了可以分离啤酒花提取物的迷类溶剂 最终得到了一种不溶于水的结晶物 他描述说 这种物质的酒精和碱性溶液具有强烈的苦味 这种物质此后被称之为绿草酮 在一种又一种苦味物质被发现的同时 另一场探索也在展开 在逐步摸清了味觉系统中的结构和功能后 科学家们最终找到了 味蕾上捕捉苦味的关键 苦味受体 随着苦味受体被发现 一些关于苦味的有趣的困惑也得到了揭示 2000年在首先发现了苦味的味觉受体之后 美国生物学家祖克以及其他科学家 陆续发现了25种苦味受体 这些苦味受体不光存在于口腔里 它们还分布在身体的肠道 鼻腔 胃等器官当中 难道说吃了苦味的东西 我们的胃也会尝出苦吗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科学家们发现 这些苦味受体不会像口腔里的一样 向大脑传递信号 而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做出反应 比如 胃中的苦味受体一旦被激活 它会降低胃饥饥素等物质的分泌 从而减少对这类物质的消化 鼻腔当中的苦味受体 一旦检测到苦味物质 它会增加鲜毛的摆动频率 进而增加对吸入物质的清除率 这些新的发现已经证明 所谓的苦味受体 可不光是让我们感到苦这么简单 随着对于苦味形成机制的深入了解 科学家们逐步认识到 我们的身体感知苦味 不只是停留于简单的味道层面 苦味还会调动身体的多项机能 来调节我们的健康 无论是天然的药物之苦 还是日常的苦味食物之苦 人们都会利用这种苦 为健康带来益处 满满尝下 生活在湿恶地带的歹族 相信良药苦口的道理 吃苦味的菜肴对于他们而言 更像是在吃自然赐予的保健秘方 歹族人喜欢苦味食物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解毒 歹族人讲究胃病先解 和传统中医当中的治胃病 有异曲同工之处 延延下日 生长在当地的苦凉菜 野苦瓜 苦茄等等 都是歹家人餐桌上的常用菜 浓烈异香味道苦涩的臭菜 在鸡蛋热油的包裹下 很快能变成香喷喷的美味 歹家菜里用炭火制烤最苦味的海床 苦茄 哪怕经过油锅煎炸 这也是一种苦得让人难以忘记的菜 最常见的芭蕉花 歹家人也会有很多做法 凉拌 素炒或炖汤甚至包烧 都会成为歹家人从小到大的念念不忘的味道记忆 而地处焦东半岛的昆鱼山上 春夏秋冬四季 滋味不同的山野蔬菜 为大山里的人们提供变幻无穷的美味菜单 当地的苦菜新鲜 带着露珠 根叶都可以吃 苦菜营养丰富 但口感苦涩 在这里人们发挥奇思妙想 经过多道工序来去苦存香 加工出一道受人喜爱的美食豆沫 在过去没有大棚蔬菜越冬的日子里 萝卜白菜挨到开春 而在昆鱼山 哪怕是大雪峰山 豆沫 仍然能够让山里人享受到阳光的味道 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 人们利用苦来平衡健康 要食同源的智慧 一代又一代的传承至今 苦味受体是怎样把苦味信号 传递给大脑的呢 2022年9月 在《科学》杂志上出现了一篇论文 作者是上海科技大学的 结构生物学专家刘志杰和他的团队 科学家们利用马前子简 形成的苦味刺激 在国际上首次揭示了 苦味受体独特的三维结构 进一步明确了 他们的调控机制 由于清晰地了解了 苦味受体的精确结构 科学家就有可能基于这个结构 去进行相关的药物设计 帮助那些味觉失调的人 重获健康 随着深入的研究 学者们还发现了 苦味与其他味道 相互作用的有趣规律 经验丰富的厨师们 会很好地利用五味调和的规律 来组合各种健康美食 桂林糕 这种苦与甜的组合食品 深受人们喜爱 干硅板和土芙苓 是制作桂林糕的两种主要食材 除此之外 还要搭配生地黄 蒲公英 金银花 菊花等十几种中药材 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 大都带着苦味 闻火熬至七八个小时 各种食材中的有效成分 都融入汤中 加入凉粉逐步凝固 能有效遮盖苦味物质 在炎炎夏季 是清热趋势的日常法宝 陈皮 一味历史悠久的传统药材 广陈皮中 以新会产陈皮为上品 陈皮以陈酒者为优 干皮晒干 住存陈化三年以上 浓烈的果香渐渐散去 柑橘所独有的风味物质 被时光所浓缩陈化 拥有了持久而柔和的陈皮香 中医认为 陈皮具有形器健脾 厨师化痰 礼中和味的功效 陈皮中含有泪柠檬苦素 因此陈皮本身含有苦味 经验丰富的厨师们 最会把握陈皮之苦 陈皮四宝鸭 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 配以莲子 银杏 百合 腰豆四宝配料 将鸭肉焖到酥烂 留原汁和四宝配料勾芡 再经历数个小时的烹制 陈皮的风味完全发挥 入口后 唇香回甘 也凸显食补之妙 单独存在的苦味 是没有一个人喜欢 也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的 从我们的生理本能上讲 人绝对是会拒绝苦 排斥苦味的 但是倘若苦味不是单独的存在 而是与五味其他当中的几个滋味 组合在一起 生活也好 味觉也好 瞬间就会变得美好起来 我们在节日里 亲朋好友举起的酒杯 日常饮用的一杯清茶 桌上的各式菜肴 朋友之间互赠的巧克力礼物 这些不都是有苦味的参与和贡献吗 正是有了苦的参与 才能够让我们的味觉 变得更加丰富 更加立体 五味调和才真正变得有滋有味 从变长自然之苦的过程中 获取最古老的天然药物 在不断地探寻中 皆是苦味背后的奥秘 了解苦味带来的健康调养功能 当下的美食家们 更懂得以苦味和其他味道搭配 实现五味的调和 一切的发现和创造 正是为了从苦味中 获得健康和美好 从风帆蓄力到蒸汽推动 蒸汽轮船的发明 让人类在水上航行的方式 实现了质的飞跃 什么原因让绘画天才改变了梦想 转而开启了对轮船的研究 中国又是怎样造出自己的第一艘轮船 解码科技时 轮船诞生计 下期不出